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最高荣誉颁售 感受功勋荣光 刚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受仪式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 有意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并发表重要讲话 75年来 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功勋模范人物是千千万万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作英雄才能英雄辈出 以最高规格褒奖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将进一步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 也将进一步激励更多国际友人参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上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 需要英雄 需要英雄精神 我们相信更多人以功勋模范人物为榜样 像英雄模范那样坚守奋斗 就一定能够开庭中国是现代化更加广阔的前景